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特斯拉股票最近上涨这么多 很明显就是特朗普政府的上台 第一点就是在特朗普政府下 马斯克很有可能将自动驾驶法规的批准 从每一个州变成了全国性的一次性批准 马斯克在财报会议说明年肯定会在德州退出 加州推出的时间和可能性取决于加州政府批准的速度 我相信特朗普政府上任一定会加快速度的进程 虽然说批准是州和州之类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政府一定是会在一个大环境下 一定是会给州施加压力的 除此之外很明显 特朗普上台就免除了马斯克这个keyman risk 也就是说如果是贺锦丽上台 马斯克可能会遇到非常多的控诉 遇到他的公司可能会遇到非常大的监管的压力 所以会造成他公司的盈利下降 甚至X被关门 甚至马斯克需要去卖他的股票去支度他的公司 甚至马斯克这个人都会经历很大的风险 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些风险立即就消除了 你还记得吗 他560亿美元的股票继权还没有被正式的批准 然后特朗普上台其实他一直就说要加各种关税 给墨西哥加关税 给中国加关税 然后欧洲卖车也是加关税 所以其实感觉全球的供应链就越来越本地化 这也是特斯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特斯拉就擅长本地化去采购 比如说中国还有中国工厂 美国有美国工厂 欧洲有欧洲工厂 这就不是其他比如说比亚迪 比如说中国汽车所具备的 所以比亚迪即使在中国市场上可以和特斯拉竞争 但是他在世界市场上是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去和特斯拉去竞争的 包括FSD 分析师DANF就是说特朗普上台对整体的EV是不利的 因为他会取消7500美元的补贴 但是很多人现在认为马斯克可能会影响特朗普 让他没有那么快的去进行修改 到时候特斯拉的发展已经完全就从电动车销售变成了软件销售 变成了FSD销售 所以他补贴的重要性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能够让自动驾驶推出 这是特朗普政府将会帮助马斯克做的事情 然后在财报会议马斯克表示了 明年推出无人出租车 以及明年20%到30%销售的增长 还有包括今年超过去年的增长 这其实都是对股价非常有利的 那为什么之后反而在选举前下跌 很明显就是因为选举的风险太大了 然后这就压抑住了股票的上涨 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说要包括我父母都要我选举前抛一波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这么做的 他们觉得风景太大了 那这次选举特朗普获得胜利之后 我相信这些人就全部又把它买回来了 然后再加上之前的总总利好 所以这就一起推动的股票上涨 假设你还没有关注我的推特X频道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其实我认为对很多人 就是看传统媒体的人来说 他们可能都认为贺锦丽的获胜几率挺大的 但其实如果你就看X上真实的信息的话 你就知道完全不是 所以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担心过特朗普会落选这个问题 这个赢的几率其实从X上其实看就是太大了 然后我其实就一直在报道 所以如果你关注的话 你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到底真实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所以总结来说 这次选举的胜利更大意义上的就是帮助了特斯拉能够正常的去运营他的业务 所以其实现在来说长期的发展风险更是消除了一干二净 你想想看马斯克的信息计划会被批准 你将会看到法规上也没有问题 特朗普政府获取胜利的对马斯克其实还有一点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将会帮助所有的公司都会想去和马斯克的公司去合作 其实马斯克所有的公司包括XAI包括他的IX包括特斯拉 其实都是在每一个技术层面上其实都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公司 其实很多公司可能都想去和他们合作 但是在特朗普混逝之前 大家都知道马斯克是特朗普的红人 万一马斯克输了 万一特朗普输了 那马斯克你跟马斯克的公司合作 你不就是自找没去吗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可以说马斯克是特朗普的第一大红人 没有他特朗普我认为根本就可能完全就选不上了 就如果没有他的亲自的支持 没有他X上的支持 没有他去说服各种其他的名人去帮助特朗普说话 我觉得特朗普真的很难 所以他现在不说呼风唤雨 但我觉得你想跟他合作 那绝对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 就是对于其他公司来说 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其他的AI公司 其他的传统车企 就开始就和特斯拉谈合作了 本来他们只是想 他们看到这个局势到底发展什么样 现在就愿意去谈了 所以现在300多看起来很高 我相信明年是一定会再超过300这个股价的 所以假设如果你还没有买过 我建议还是以定投的方式去购买 假设你觉得300实在是有点高 比如说他RSI已经超过了70你可以去等稍微回调的时候再去买 我推荐我朋友尝试的就是比如他每个月一定要买一次 但是在这个月的期间你可以决定你买的那一天 这样的话能确保你能买到股票 而且可以买到可能你所谓的稍微低一点的价格 最怕什么 最怕的就是我其中一个朋友 他在100起买了 后来把它卖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买进去 因为他一直涨一直涨 他就一直想等他跌回他之前买的价格 但是往往这就不会发生的 特斯拉已经为明年2024年这个准备了十几年 他的硬件团队 他的软件团队 他的基础设施 充电站团队 他所有的工厂其实都是为了明年这一刻 而这一刻即将发生 就真的是十年某一件 但是大部分人完全都是不知道明年将会发生什么 有些人就说这300是一个虚高 可能马上就会跌回去 短期是没有人能知道他到底会不会跌回去 有可能很有可能在300然后再震荡 其实特斯拉就一直是震荡 然后可能跌一点 然后碰碰涨 然后震荡跌 然后碰碰涨 如果你很早就关注我 那我其实最早是做视频 是从特斯拉100的时候 101104 就是那110的那个时候开始做的 然后他在160的时候震荡了半天 然后后来到了200多 然后最后又跌回了100起 又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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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冲了200多震荡震荡 就前几个月200多震荡 然后现在又冲了300多 那可能这300多呢可能又会回去震荡一点 然后再冲 这其实都说不准的 但是呢我认为这300多呢 并不是因为特朗普这个事件碰的一下 就是只是盲目的去买 而盲目去推高 它是有基本面在背后支撑的 就是我之前提到的自动驾驶 明年 还有它的车辆销售 其实是有东西在支撑的 所以我预期明年的股价 一定是会比现在的股价更高的 那假设说你要想了解 近期的特斯拉风险什么呢 我认为呢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季度销量 因为马斯克的财报说 今年的销量呢将会超越去年的销量 也就是说第四季度的销量呢 要超过51万辆 那这个预测销量大神呢 Choy Teslake呢就说 特斯拉呢在中国的10月份的销量呢 是40,485辆 那相比上一个季度呢 7月份呢是46,000辆 所以呢这个季度其实是 目前来说是比第三季度少的 那这个其实是不乐观的 因为特斯拉在第四季度呢需要在美国和中国的销量呢都大幅的提升呢才能够去达到马斯克输的这个目标 然后呢他就说呢在欧洲10月份的销量呢是13,540辆 这个销量呢比4月份和7月份的销量都要低 他觉得呢今年欧洲总销量可能会比去年要低12%左右 所以这就需要美国和中国销量的大幅的提升 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了美国还有中国的各种的激励政策 所以我相信这就是马斯克最近在努力做的事情 因为如果今年的销量是低于去年呢 对于股价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那这可能是短期可能会让股价下跌的一个风险 假设呢那个时候下跌可能又会造成一个非常好的买入的时机 因为我认为呢明年这个特斯拉的股价将会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其实跟他的销量是多少 跟他的毛利率说到其实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 但是华尔街现在还是关心的就这个 还有呢即使第四季度销量下降 明年特斯拉的销量呢将会大幅的提升 因为三万美元以下的车型明年就要退出 然后呢我相信特朗普一定会各种提马斯克各种提特斯拉 那肯定是比拜登要提的多很多 就像选举一样他其实就一直在重复马斯克 那这其实你当一个当已经被选上的总统不停的去这样一个人的时候 这一定会影响很多人会去更加喜欢马斯克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马斯克参与政治会不好 会影响特斯拉销量 但其实是我们看到有多少人为特朗普投票 其实你就知道了并没有那么多人讨议马斯克 那些所有的红色为特朗普投票的地方 那大部分人全部都是支持马斯克 所以我相信明年特斯拉将会有个更好的广告 来自于可能全世界最有名的人特朗普 我相信是马斯克参与政治 他最后还是会把他主要的精力放在他自己的公司上 因为呢他最终想要达到的是实现人类到不同的星球上去 让人类成为一个跨星系的物种 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呢 他需要SpaceX的火圈 他需要可持续的能源 他需要电动车 他需要自动驾驶技术才能去实现他的目标 所以参与政治呢只是他在短期内看到了美国 可能即将迎来一个非常大的灾难 如果贺锦丽当选 那这只是他临时去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重心一定还是在回归到他本来想要做的 就是将人类送上火星上这件事情上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部分人忽略掉的就是特斯拉的能源 这也是我想提到一件事情 现在所有人都注意就是AI机器人 但你想想全世界都在搞AI 全世界都在搞机器人 那这需要什么 这需要无比无比巨大的能源 连特朗普其实都知道 这个未来的能源需求机会几乎是无限的 因为他都知道现在AI需要非常非常大的能源 那特斯拉的中国工厂呢 预计下个月就可以开就完工了 然后明年初一定就可以开始量产了 然后呢 未来他每年将销售100个GWh的能源 然后他当达到这个规模的生产量之后呢 他还会继续的扩建 所以呢能源将会持续的一直保持增长 然后这其实是很多人忽略掉的 现在的能源毛利率呢已经到了30% 那未来很有可能将40%甚至50% 所以现在其实华尔街还有很多人真的是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还是一直就看汽车毛利率 汽车毛利率 销售 汽车销售 汽车销售是多少 所以呢 其实长期看了300多这个股价 近期看好像真的很高了 你放远长期看 他现在连甚至连特斯拉最高价都没有达到 那么长期看一定将会不是这个股价 那我认为呢长期看 他就是给2000美元 他就是像Hazewood说的2600美元的目标价 所以呢 就我真的建议还是就是定期的购买好了 我现在目前此长大概是4000股 我的目标呢就是在这几年达到5000股 然后呢 他如果涨到像Hazewood说的2600美元 我就可以光荣的退休了 我认为呢到2000到2600美元 是很有可能在2030年之前实现的 那个时候呢 无人驾驶这个自动无人出租车一定已经实现了 然后马斯克说2030年很有可能 机器人呢 每年将销售超过100万个 所以那个时候的估值 我相信是很有可能超过2000美元 有时候我更多的 我把这个买特斯拉股票呢 做成一个像个积累的游戏 我的目标就是5000股 我积到了 我就赢了 而不是就是我老是想着 我要高抛 然后低买高抛低买 然后 其实呢就是一个积累的游戏 我觉得是 其实买卖起来的时候 就是让你的心态更平和 更有意思一些 假设呢 你积累了足够的股票数目 你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抛低买 然后你就等到它涨到2000美元 你就发财了 就根本不需要去进行那些反锁的操作 好吗 好 那这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会认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I think he will remain focused on his companies I think he'll play a vitally important role in advising the president in terms of the government efficiency initiative as he says and I've always believed government spending is taxation and we are bloated right now we're just overwhelmed with taxation as well so I think that he's going to be important in two ways introduc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actually cutting out a lot of middlemen in the government just like he did at twitter he laid off 80% of the people and twitter's working fine maybe the advertising dollars haven't come back yet i bet that changes but twitter itself is thriving and it's become better under him and I do think the same thing will happen in government I don't think he'll cut government employment 80% but what I do think he will do just like president trump is suggesting on regulation if a person leaves employment in government my guess is that person will not be replaced because there are going to be many more productivity enhancing tools introduced in the government sector so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one of his most important roles I think he'll also have a tremendous impact on how to incentivize new technologies so that the us continues to pull ahead of the game instead of being held back as we have been in many cas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so and especially in space going to mars and so forth so I'm pretty excited about elon's role he's a first principles guy white sheet of paper let me think if we were going to do this all over again what's the right way to think about what government should look like just like he did in the auto industry which is now becoming the autonomous industry so pretty exciting kathy i understand you lightened a little bit of your tesla stake going into election day talk to us about that decision sure tesla is our largest position in the flagship strategy we cannot buy a stock once it goes over ten percent of the portfolio and typically we let it run to some percentage of the portfolio at which time we start cutting it back because if it sells off and it is a very volatile stock we like to have the latitude to buy it we have let tesla you can see we publish our holdings at the end of everyday run to 15% of the portfolio it has appreciated 50% more than the rest of our portfolio and so we have been just cutting it very slightly thinking that 15% from a risk control point of view is a good sized exposure as you know we publish our model and give away our research and you can see from our tesla model what our price target is it's 2600 within five years and we do think the probability of reaching that price target now has been increased dramatically because once again regulation is probably going to be less of a showstopper in the new administration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in this one tesla's cars are about to become the autonomous cars are about to become safer than human driven cars and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autonomous mobility broadly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robo taxis much sooner than we would have had this administration not been elected kathy you look at tesla though the move here is incredible we're up about 30 percent kathy in just the past month is that because you just think tesla investors say hey you know what our guy rco now has the president-elect on speed dial is it justified to you kathy i i don't think that's the reason i think uh what happened with uh cyber cab day a few weeks ago forc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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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la's recent earnings report forced analysts into considering what will autonomous mean to this business model and autonomous uh an autonomous taxi network is a sas a sas model but that's not but the stock didn't go up on the cyber event right it did go up in the earnings but it went up on the earnings because they're selling more cars and making money on the cars and those aren't autonomous cars they're still cars that you got to sit in well it takes analysts a little while and i know if they witness what happened uh at cyber cab day which was really a product announcement but what which was detailed for financial analysts more in the earnings report uh once they start doing these models and realize wait a minute we're this is not just a car manufacturer with electric vehicle margins in the let's just say 20 to 30 percent range over time right they're lower than that now this is a software as a service model with gross margins not at 20 to 30 percent but 80 to 90 percent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model and uh what's been interesting is waymo uh alphabets waymo it has proof of concept autonomous is not about tomorrow it's here and uh we're very excited to see how tesla is going to go to market you